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靖图 2月26号遭到袭击身中六刀 香港警方今天宣称已经逮捕9位嫌疑人 香港警方表示两名主要的嫌犯是在广东东莞被逮捕 另外也在香港逮捕了7名相关嫌犯 而刘靖图本人双脚的神经线被完全斩断了 最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复原 而他遭袭击入院的这半个月时间 香港和台湾都发起了声援 新闻工作者人身自由的活动 另外刘靖图的好朋友也成立了事件关注组 誓言要找出真相